你见过这么牛的清洁工吗? 仔细看,地面上全是垃圾 可卢首先穿上防护服,然后戴上护目镜 这比最牛逼的家政都要专业 他的打扫非常有条理 每一件物品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即便是微小的细节 在他眼里都会被无限放大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到了原位 而这个男人就是垃圾生产的罪魁祸首 他叫曹上九,是男孩的叔叔 昨天他刚从监狱出来 突然出现的律师告诉他 他的哥哥韩靖又已经死了 上九先是一愣 然后开心地说道 这是他出狱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不过他还是跟着律师去了事务所 想听听哥哥有什么疑言 结果竟是让他成为可鲁的监护人 这让上九很诧异 问过之后才知道 哥哥的儿子已经20岁了 不过他患有亚斯伯格症 无法正常语言交流 原来如此 上九当场拒绝了律师 直接背包走人 他又来到了地下拳击场 这里便是他上次出事的地方 老熟人见到他很是开心 并询问上九什么时候能重出江湖 不过上九暂时并不感兴趣 他转身问红衣女子 对监护人了解多少 上九双目放光 吞咽着口水 他急忙返回律师事务所 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他强烈要求要做可鲁的监护人 只是他没想到 留给可鲁的遗产竟然这么多 上九嚣张地告诉男孩 以后这个加油他说了算 还没有搞清现状的可鲁愣在了原地 这时吴律师也赶了过来 他告诉可鲁 曹上九是他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 在韩静佑的遗嘱中 指明要求眼前这个男人做他的监护人 不过遗嘱中还提到 曹上九必须也要成为一名遗物整理师 并且和可鲁一起工作 适用期是三个月 三个月后只有可鲁同意 上九才能正式成为监护人 可鲁内心无比纠结 不过他从小就听从爸爸的安排 他相信爸爸这么做一定是为了他好 上九开始幻想他的美好生活 这件事看起来并没有这么难 但是可鲁不让他用家里的水杯 因为水杯是他爸爸的 还不让他去卧室睡 因为房间也是他爸爸的 他觉得有必要教育教育这个侄子 让他知道现在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就在他想要强行进入的时候 可鲁突然转过身不停地用脑袋撞墙 嘴里还说着一堆奇怪的话 上九瞬间手足无措 最终他还是拜下阵来 看着桌子上的两份丰盛的早餐 上九知道这肯定不是给他做的 他想不通一个死人有什么可怀念的 尤其还是让他最讨厌的哥哥 而可鲁又开始想念他的爸爸 只是他也知道 曾经的美好将一去不复返 上九还惦记着房间里的大窗 不过他的侄子比他还执着 竟然抱着枕头蹲守在门口 像房贼一样防着他 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 房间里的每个地方 为什么要摆放得这么整齐 难道这父子俩都是处女座 于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下 整间屋子变成了开头的样子 看着手里的照片 上九的双眼充斥着怒火 到现在他也无法释怀 当初哥哥为什么要抛下他 还有这个有病的侄子 母亲留给他的遗产 让他几辈子都花不完 而自己这些年来 只能靠打黑拳来维持升级 可鲁决定听从爸爸的安排 与这个奇怪的叔叔生活在一起 上九吓得伸出了双手 应客户的要求 可鲁要赶往死者的住处整理一屋 这是爸爸死后 可鲁第一次独自工作 为了成为监护人 上九当起了司机 这一路 可鲁吓得差点尿了裤 不过好在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死者是一名女性老人 因为房间里脏乱不堪 所以才找整理师来收拾 而媳妇警告二人 如果发现值钱的财物 一定要交出来 他们就在门口待着 只是曹上九 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看着眼前成片的肉躯 他捂着嘴就跑了出来 感谢观看